那各位覺得這樣的單挑合作賽 你們覺得如何 你們覺得這樣 目前看到現在你們覺得這樣的 2V2單挑賽 你們覺得是怎麼樣的 因為我不知道各位看起來的 觀影體驗怎麼樣 希望你們可以把你們的想法 分享在這個底下 這個留言區 分享給我知道 希望大家喜歡 之後我會舉辦一個 不限排位的2V2單挑合作賽 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來參加 這邊我再跟各位講解一下規則 獲勝條件 推掉一座塔 或者是殺掉對方 各一次人頭 獲得勝利 什麼叫做殺掉對方各一次人頭呢 假設我們以艾瑞跟凡恩為主 艾瑞死掉一次 凡恩也要死掉一次 凡恩也要贏得勝利 各位了解是嗎 你要把對手的艾瑞跟凡恩 各殺掉一次才會贏得勝利 那如果艾瑞只死一次 凡恩沒有死 然後接著艾瑞死第二次 這樣子還是沒有獲得勝利 那艾瑞又死第三次 還是沒有獲得勝利 對方必須想辦法把凡恩也給殺死 這樣子才算獲得勝利 各位懂我意思嗎 然後5分鐘後不能夠回城 8分鐘到比雙方機器看起來比較高 所以 你要照顧讓你的隊友 單挑賽都是只照顧自己 但是單挑合作賽 你必須照顧到你隊友的狀況 不是你自己打得搶就好了 所以非常的吃默契 非常的吃組合 那接下來 第一屆單挑合作賽第三場 馬上開始 那這邊呢 我們的 藍方 選的是 皮皮跟 小丑的組合 紅方還沒有選角色 我覺得 現在雙方 我們剛剛打了兩場嘛 兩場的勝利 現在在打的這兩組 都是剛剛的勝利玩家 我覺得雙方 都各有各的強勢的地方 那這一局 大家覺得 紅方會贏 還是藍方會贏呢 那目前的話 藍方選的是小丑跟提米 雙方都選擇了提米啦 那 紅方的部分呢 一樣選擇的是提米跟塔拉 跟上一場的陣容搭配是一樣的 那大家覺得 哪一組陣容會贏 我覺得 這一組塔拉那一組的勝算很高 塔拉那一組的勝算很高 因為小丑應該是打不動塔拉的 小丑應該是打不動塔拉的 那我們先到遊戲這邊 那目前雙方都是有提米的部分 那目前可能在這個2v2合作賽裡面 單挑合作賽裡面 提米可能會是個主流 其實在前期的這個開戰裡面呢 我個人認為 小丑他們的勝算會比較高一點 4等前小丑的部分 他們可以打比較兇 比較強勢 可以打比較兇比較強勢 比較強勢一點 因為小丑他們的消耗能力比較強嘛 有沒有看到 也許可以直接殺掉這塔拉 也說不定 雖然說這塔拉帶的是這個弱化 唉唷 這邊還帶制裁是不是 我們的這個 是不是有一邊是帶制裁 這個飛進你心裡 這個 藍方啊 他們 挺你帶的是制裁 而且雙方帶的都煉金 那這個右邊呢 紅方 帶的也都是煉金 大家都是為了拚一個經濟 有沒有機會收掉這小丑 小丑有沒有機會收掉兩個人 小丑一個禮炮 有沒有機會收掉 OK 你要禮炮可以射 非常可惜 小丑直接出了冷卻血的部分 然後他出冷卻血 應該是想要能夠多射擊把禮炮 想問一下如果 如果凡恩放在2v2單挑算很好的勝率嗎 目前的話 上一次有辦過一次小型的 凡恩的話 我覺得算是勝率 還不錯 蠻強的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 璀璨SS的這個 2v2合作賽呢 沒有人拿凡恩 比較多的是拿提米 讓我覺得比較 差異 讓我覺得比較差異一點 那這邊雙方 也是打一個消耗 而且快上市等了 論經濟的話 那目前是藍方比較充滿優勢 因為藍方還有制裁 他們制裁這個 小河蟹的部分 都是有搶到的 所以 我在想這個 飛鏡擬星啊 就是 藍方的這個提米在制裁 應該就是為了 想要利用這個 制裁搶那個小河蟹 製造些微的經濟差 製造些微的經濟差 兩個提米在旁邊戰鬥啊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可愛 那目前小丑直接對提米開啟大招 想要收掉提米 不過別忘了 提米是有大招 可以復活自己的塔拉 他切進來之後 直接開啟大招 接著他可能還會開啟弱化 有沒有機會收到提米 哎呦 提米被收掉了 塔拉開啟弱化 有沒有機會收到提米 雙方的提米各死一次 小丑有沒有機會收到這塔拉 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OK 我們的藍方 非常的帥氣 贏得了這一場的勝利 各位 第三局 結束的非常的快速 完全沒有想到 會就這樣結束了 那我覺得 剛剛在那一波裡面啊 對手這個紅方的塔拉 沒有表現的很好 我們的左邊藍方 這個提米表現的比較不錯啊 最後甚至 剛上了四等之後 還可以硬剛這個塔拉的大招 直接給他強行開一波 強行開一波 非常的不錯 那接下來 輪到我們的 最後一組 這一局有點快 對這一局 我個人覺得他這一局的 節奏很快 這一局 我想說有塔拉跟這個提米 我想說 有塔拉跟提米 他們應該會消耗比較久一點 沒有想到這個 塔拉跟提米的部分 他們很快在上四等 還五等的時候就結束 我想說 雙方帶的都是鏈金 雙方帶鏈金的部分 竟然還可以這麼快速的 來結束這場遊戲 我都以為他們要拚八分鐘 來結束啊 來拚這個雙方經濟的部分 沒有想到 快速的結束 而且選小丑跟這個提米的組合 好像蠻兇悍的 小丑在對於這個小好上啊 非常的強 非常的強 我個人覺得可以艾瑞配上輸啊 各位不覺得這樣的 這種感覺蠻噁心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 2V2單挑賽 沒有人這個艾瑞配上輸的部分 哥哥配輸其實也非常強 好 各位 那我們準備開始 我們的冠軍爭奪賽 2V2合作賽的冠軍爭奪賽 那接下來呢 這個 雙方啊 一邊 是總指隊 左邊藍方是總指隊 右邊紅方是 這一次的 勝利隊伍 最勝利的隊伍 那雙方一樣 SS跟璀璨起跳 SS跟璀璨起跳 那這邊 右邊選的就是 艾瑞跟凡恩的組合 非常的兇 我跟你講 這個組合真的有夠噁心 這個組合真的只有噁心可以形容而已 艾瑞綁住 凡恩直接貼臉大招 沒有人扛得住 沒有人扛得住 那左邊這個總指隊呢 選擇的是凡恩 那這個火刀鋒選擇的是蘇 想要打一個雙騷擾陣容嗎 對面可是有艾瑞 真的要想清楚 真的要想清楚 那目前呢 雙方 蘇跟凡恩對上艾瑞 對上蘇跟提米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到底哪一邊會獲勝 各位 藍方跟紅方 你們覺得誰會贏 這一場的 非常刺激 贏的人就是冠軍 贏的人就會當冠軍 那這一場我們的藍方呢 是上一次 EV1單挑賽的 總指隊 那紅方呢 是這一次第一屆的優勝隊伍 贏的人 就可以獲得我們冠軍的獎勵 冠軍會提供獎勵 OK 那我們接到遊戲開始介紹 那目前呢 有凡恩在的話 他們要搶那個 我覺得這個 藍方啊 可能是沒有準備好 各位有發現這個藍方 他們帶這個書啊 帶的是這個 冠軍聖雷 那如果拖到8分鐘 就是一定是紅方獲勝 一定是紅方獲勝 而且現在論經濟的話 他們現在的話 應該是可以 在前期啦 藍方一定是屌打紅方的 前期藍方一定是屌打紅方的 我們這邊 雙方啊 非常的刺激 跟前兩場的陣容 就是完全的不一樣 總算有人拿出輸了 輸在2v2合作賽中呢 算是一個是非常熱門的角色 因為 他遠程的 超級超強的消耗能力 非常的噁心 紅方的書 選擇的是出這個 冷卻鞋 選擇是出這個冷卻鞋 那藍方的書呢 選擇的是出兩把短劍 兩把短劍 雙方的思維就不太一樣 雖然說都是SS 跟璀璨 但是呢 初衷的思維就是不一樣 但是論經濟的話 哎唷 哎唷 這個書 哎唷 我們紅方的書緊張啦 貼上去想要貼臉一發 他射在防恩臉上啊 沒有想到的是 對方直接一個直接 狙爛他們 我的天啊 雙方 應該說 紅方直接失去了 他們 帶這個煉金的用意啊 因為書死掉一次嘛 他們帶這個煉金 都等於沒意義了 人頭直接送掉 紅方的書太著急了 可以看到了 哎唷 哦 哦 可惜可惜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書為什麼敢這麼敢打 因為書已經死掉一次 他再死也沒有關係了 所以他現在非常的敢打 接下來只要提米不要再死 紅方就不一定會輸 所以現在這個書 紅方的書啊 無所畏懼 紅方的書可以說是無所畏懼啊 他死掉一次之後 他就可以利用他死掉一次的優勢 繼續 賴線 繼續死掉也沒關係 反正 接下來 紅方只要提米不死 紅方就不會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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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可能看 就覺得說 哎唷 這邊有機會收掉對手嗎 有沒有機會 書G一個 各位看他紅方的默契比較好一點 紅方就負責幫忙擋 這個書就幫忙提米擋傷害 反正這個書死掉也沒關係了 善用自己死掉之後的優勢啊 幫隊友創造破口 打造機會 這就是 單挑合作賽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你死掉沒關係 但是你的隊友還活著 你們就有希望 我覺得這比起單挑賽更振奮人心 那這個反正呢 直接貼上去貼臉大招 有沒有機會 提米出的是護盾啊 輸再G一個 藍方的消耗能力太噁心了 而且4分鐘到了 藍方的推塔 哎呦 哎好可惜 有沒有機會再G一個 這個提米非常的害怕 直接用走的回去 因為提米只要死掉 紅方等於直接輸了 那接下來4分鐘到了 他們只要把這波兵線洗進去 推塔 藍方就會獲勝 難道種子隊又要再次獲得勝利了嗎 種子隊會不會太噁心了 哎呦 G掉 那這邊的話 有我們的 藍方獲得勝利 藍方點掉塔了 藍方點掉塔了 非常的精彩 這次的冠軍賽 整個是 超乎意料 沒有想到 不帶煉金 也有獲勝的辦法 單挑合作賽 希望 把兩個人的默契 結合到最高點 然後打出一個 讓雙方不要有遺憾的這個 戰鬥 藍方非常厲害 不愧是種子隊 依舊守住了 我們這個 單挑賽的冠軍保護 獎勵的部分 我會 給予他們點券 我個人認為 這個 2v2單挑賽呢 我希望官方把它列入一個 比賽環節 我覺得 比起單挑賽或5打5 這是一個全新的 模式 我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去推廣 那我會把今天的直播做成精華影片 那大家喜歡麻煩 推廣出去 我們一起讓官方看到 我們這個2v2合作單挑賽 是有看頭的 第一屆的單挑賽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今天的直播 算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算是開啟了一個 全新的里程碑 2v2單挑合作賽 我希望 之後可以邀請實況主 你們會希望我邀請實況主 來打這個 2v2單挑合作賽嗎 我覺得可以邀請一些實況主 來跟我們做一些切磋交流 一起來參與我們這個比賽 讓官方可以重視我們的想法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鈴鈴 然後接著這個2v2單挑賽 我之後希望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可以舉辦一個 現場的2v2單挑賽 我可能會去租一個場地 然後大家來報名 大家現場 就是像打城市賽那樣 直接來參與這個 2v2單挑賽的 比賽 希望年底 有這個能力 好啦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2v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